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李毅老师,木子李,伊利德义 从事Web项目开发7年,曾旧旧于新浪乐居,世纪家园,百度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麦子学院相见 好,让我们回到主题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套Ajax初步入门的课程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过去的几年,基于Ajax的应用开始出现 推动了Web技术显著的进步 好,我们看一下Ajax的名称 Ajax是JavaScript and XMR 中文定义是E部的JavaScript和XMR 它是Web2.0的核心 Ajax并不是一种新的编程员 它是由多种技术组成 使用Ajax可以创建更好、更快 且交互性更强的外部应用程序 我们不必刷新整个页面 只对页面的局部进行刷新 可以节省带快 提高响应速度 从而缩短用户等待时间 改善了用户的体验 我们传统的Web应用 当我们填写完一个表单 提交表单的时候 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服务器接到传过来的数据之后 返回一个新的网页 这种做法浪费了许多的带宽 因为我们在发送请求之前 和响应返回网页 这两步之间 很多的HTML代码是相同的 由于每次应用的交互 都需要向服务器发起请求 那应用的响应时间 就依赖于服务器的响应时间 这导致了用户界面的响应 比本地应用会慢很多 但如果使用了Ejects 它就不一样了 Ejects 它只取回必须的数据 它使用soyp 或者一些基于xml 或者是json的web service接口 我们在客户端 用JavaScript来处理 来自服务器的响应 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 交换数据量大大减少 结果我们看到 我们的响应就更快了 然后用户等待的时间就更少了 这就是我们的Ejects厉害的地方 好 我们了解一下Ejects简单的历史 Ejects的发展 类似于其他许多一页成名的技术 但实际上 它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多年的努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 使它遍布外博应用程序 好 我们一起来了解Ejects的工作原理 Ejects它是多种技术的组合 包括我们的JavaScript 我们的一部数据获取技术 也就是Ejects的核心 叫做XML HTTP Request 以及数据交换和操作技术 XML 还有动态显示和交互技术 DOM 及其标准的表现技术 XHTML 和我们的CSS Ajects的核心是这个 一部数据获取技术 也就是我们的XML HTTP Request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在 IE流乱器中首次引入 它是一种支持一部请求的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象 使我们可以用JavaScript 向服务器提出请求并处理响应 并且它不阻塞用户 可以使我们的网络应用程序 更加强大 但是 这个XML HTTP Request的对象 其实是JavaScript的一个API 它支持浏览器 发送HTTP 或者是Gate的请求 该API 是大多数Ajects交互的核心 也是现代Web开发的一项基本技术 通过Ajects Web应用程序 无需重新加载网页 就可以发送并取回数据 完成这项工作 需要通过向服务器发送HTTP请求 这是在浏览器后端的 并通过服务器返回数据时 使用JavaScript 仅仅修改网页的某部分 但是Ajects并不是每个网站都需要的 因为它有著作的优点 比如可以和XHTML无缝集成 其量无需插件 但缺点也不少 因为它是一个JavaScript的API 所以它依赖JavaScript 影响浏览器默认的行为 如那个后台按钮和那个收藏夹 但是它最大的优点 也是它最大的缺点 Web应用是一种请求响应模式 是完成操作的 用户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 如果使用了Jax 就不再有这个限制 我们可以只修改页面的一部分 如果用户没想到这一点 他们会尝试狂点某个按钮 或者是刷新网页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引导的方法 让用户知道页面正在异步 与服务器交互 也就是我们的异步Jax Group正在处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Web应用中 经常在哪些地方使用Jax技术 例如 我们在一个电商网站 我们可以动态更新购物车的 物品总数 不需要用户单击Update 并等待服务器重新返回整个页面 例如 在亚马逊的购物车页面 当更新篮子中的一项物品的数量时 会重新载入整个页面 这必须下载32KB的数据 如果使用Jax计算新的总量 所需的带宽仅为原来的1% 好 我们看一下微博上面的Jax技术使用的地方 好 最常见的这个点赞的按钮啊 看 我们点一下 这 看 已经自动加一了 这就是很常见的 Jax技术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课 我们一起来了解Jax的基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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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